来看高度隆重的一场国葬 在方方面面都影响印度14亿人的集团 就是塔塔集团 而这个国葬是他的前董事长周三过世 印度用国葬的规格跟这个企业拒搏告白告别 在他的带领下塔塔集团是一步步成长扩大 他的营收破了千亿美金 而塔塔集团的业务无所不包 从汽车 钢铁 航空 一直到盐 咖啡 软体 什么都做 塔塔这个名字在印度没有人不知道 而他出手收购的欧洲茶厂 高级汽车品牌等等 让塔塔集团跃上国际舞台 挂着白色花圈的灵车 缓缓驶入木买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周四印度用国葬送企业大亨 塔塔集团前董事长塔达最后一程 塔达周三晚上在木买的医院过世 享受86岁 他的棺木被覆盖上印度国旗 护官的安全人员向空中鸣枪表哀悼和致敬 印度政商名流纷纷到场致意 让世界看见印度或许就是塔达最贴切的人生助脚 他执掌塔塔集团20年带领集团进军上百国 如今年年营收达1650亿美元 在全球雇佣超过100万人 仍在辽国参加东协峰会的印度外交部长表示 这是国家的损失 1937年出生于木买的塔达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建筑和土木工程 之后因抚养他长大的祖母生病 在25岁的时候返回印度 成为家族事业继承人之一 不过最初他是被派到位于印度东部的钢铁厂 1991年当时的塔塔集团董事长 他的远方伯父指定他为接班人 而他把塔塔集团推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 就是大胆进行收购 包括欧洲钢铁巨博康利斯 英国茶厂泰特利 以及高级车品牌Jagua和Land Rover 之后塔塔开始致力生产印度本土汽车 设计制造出印度第一款汽车 Indica相当成功 2008年再推出 号称全球最便宜的汽车Nano 当时还是印度西部 古加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 也亲自到场剪彩 还与塔塔一同坐进 这辆要价仅10万卢比 相当台币7、8万的小车 不过这款塔塔心目中的人民车 因最初的安全问题和销两不佳 最终在推出10年后停产 品牌专家表示 印度人不想与廉价汽车绑在一起 塔塔自己坦诚 必须消除所谓穷人车的标签 而他事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则是2008年木买连环恐怖攻击 集团旗下的五星太基马哈饭店 是遭恐攻的目标之一 这三天三夜 塔塔站在饭店外守候 与被围困的员工和数百名客人同在 21个月后 饭店重新开张 塔塔更把集团营收推升破千亿美元 2012年 他也把星巴克引进印度市场 不过他的领导风格不是没有争议 包括退休后仍在幕后操控 甚至与接班人公开争执 但他一生作风低调 生活相对简朴 热衷慈善事业 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 爱好动物 常用社群为流浪动物发声 塔塔过世后 印度总理莫迪在社群平台上表示 塔塔是位有远见的企业领袖 灵魂富有同情心 也是位非凡的人 他的塔塔帝国和慈善事业 将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 提示万综合报道